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我們早兩天 放了一段影片 是講述北京在晚上的時候 有一班警察 民警開路 然後 後面就是一個巡遊 這班人 就是一班年輕人 穿著紅衛兵的裝束 高唱學雷鋒 這個畫面 真的令到人覺得很可怕 因為 因為 文革 正式 重臨中國大地 我們跟大家說 其實文革在香港已經在進行 叫人們互相舉報 文字獄 到處抓人 說你是港獨 煽動 這些罪 其實大陸也不是那麼容易告的 反而在香港 就全部告了 當然香港是很嚴重 但是大陸也不要小看 因為 現在 除了文革 還有 墳書坑 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想說 現在墳書坑在做的就是大陸的圖書館 大規模清除外國的翻譯小說 一些 不合他們政治的標準 很多 普世價值的東西 基本上都沒有了 那麼 墳書 墳書之餘 坑一些甚麼餘 就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 例如最近 許智永 還有很多知識分子被捕 很多維權律師 有良知的人被拘捕 這個基本上跟墳書坑魚沒有分別 文革 墳書坑魚 基本上就是中國 整個毀滅性 最危險的事 現在 接下來要發生 好了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會說文革 其實 主要就是因為 最近是 大規模的觸間諜 文革在 法事展的時候 初期的時候 也一樣 不斷的觸間諜 觸甚麼間諜呢 就是有海外關係的 你有家人在香港 你是不是港英間諜 當時香港 有一個 乒乓球的天才叫做蓉國團 報校祖國回大陸 另外還有兩位跟他一起上去的 是教練 結果 三個人 在差不多時間 一起自殺 因為受不了 他們被人指他們是 港英的間諜 當時也有大量的印尼華僑 因為印尼華僑的情況下就回到大陸 結果他們也是被鬥 文革的時候 也當他們 是外國的間諜 現在 中共大規模的就是 捉一些外國人 包括 最近拉了一些日本人 在日本公司拉日本人 在美國公司拉美國人 有一間調查公司 專門做盡職調查的 結果 他們也被拘捕 拘捕了五個中國員工 當然 這五個中國員工沒有拘捕到美國人 但是遲早 會拘捕到美國人頭上 好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 是 恐怖成怎樣呢 就是中國 最新 出了的 新版 的間諜法 我們跟大家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露報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經濟一般都不要緊 因為最近經濟真的是一般 大家可以試試用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無限大法 幫我們多點留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 26日表決通過修訂後的反間諜法 這個反間諜法 可以說 跟文革時候是完全沒有分別 甚至乎更嚴重一點 新法擴大有關間諜行為的定義 將投靠間諜組織和代理人 針對國家機關 涉密單位或者關鍵訊息基礎設施等實施 網絡攻擊等行為 明確是間諜行為 修訂後的 反間諜法會在7月1日起實施 但是最近 已經 正在行這條法例 最近有些人 學者也好 記者也好 他們 跟美聯社 日經 跟一些外國的通訊社有聯繫 結果 被人當成外國間諜 這條法例未通過 但是未實施 未正式實施 但是國內已經開始抓人了 那麼究竟有甚麼變化呢 這條新的反間諜法要跟大家講講 首先將間諜行為的定義 擴大到 針對國家機關 涉密單位或者關鍵訊息基礎設施等實施 網絡攻擊行為 擴大有關涉密的對象範圍 被擴大到 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 數據 資料 物品 立日保護 還增加了針對第三國的間諜行為 即是說 你在中國 去刺探 美國的國家機密 都是 當你間諜 如果你是 中共的間諜當然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就是你刺探俄羅斯 或者你 關注其他國家的機密 也有機會是 當你間諜 第二 第二 這次中國修訂的反間諜法對於安全防法 設置專張規定 明確國家機關 社會組織等具有反間諜安全防法的主體責任 即是 社會組織都要肩負起反間諜 都要幫國家去偵查 其實等於幫國家做間諜 明確有關方面積極 開展反間諜宣傳教育的職責 專門機關指導宣傳教育活動 設施提高全民反間諜安全防範意識 以及國家安全的掃養 同時 明確重點單位的安全防範責任 以及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許可制等等 第三 新發 完善了反間諜調查處置的措施 增加反間諜的行政執法職權 在調查處置一文之中 增加了查閱調查數據 傳聞 查詢財產訊息 不准 出入境等 執行政執法職權 行政執法職權 糟了 財產也要 搞你的 新發明確 國家安全機關執法規範的要求 二年五格審批程序 實現規範法執法 新發增加對發現的網絡安全風險等通報和處置措施 增加對國家機密 情報鑑定評估機制 增加行營銜接的規定 這個新的反間諜法出台 令到 很多人很擔憂 尤其是是外國記者 外國公司 或者幫外國通訊社、新聞機構 外國公司打工的人 其實全部都有機會跌落這個反間諜法 好了 現在 很多外國企業的員工 以及中國的員工其實都很擔心 他們隨時成為了 被捕的目標 成為了間諜 被人無緣無故指控間諜 剛剛拘捕了日本那個 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個 中國 8年來拘捕了17個日本公民 最近拘捕了一個跟日本藥企的高層 管理人員 因為間諜罪是中國被捕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 很多日本政客也不想這些消息發佈 因為怕他們動搖他們的信心 但是現在很多日本 的公司 已經開始擔心 究竟 這件事會如何發展 我們日本的員工 在中國裏面做事 是不是很小心呢 因為對上一個被捕的那個叫做寧木英斯 他已經放了監出來了 剛剛最近放監 他當時被判6年 因為 他是跟一些中國的學者談朝鮮問題 結果 就是 被人當間諜 他被捕去坐監 坐了6年 那麼大家想想 怎麼辦呢 如果你真的被人家只是間諜 那麼基本上你的政府救不了你 因為中共 基本上是 現在 完全跟以往不同 以往需要有求於美國的時候 都會放一下政治犯出去教援 現在 一個也不會放過 一個也不會放過 好了 日本人也是這樣抓 外國人也是這樣抓 所以 現在 這一步其實是加快的 使得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加快撤出 我估計 很多人會加快撤出 加上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 因為 不要以為在香港沒事 香港現在在行的是文字獄 其實比大陸更加嚴重 所以 我也奉勸在香港的這些外國人 你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抓到你頭上 因為現在國安法 可以 你連在日本分享 Facebook的帖子 都可以用相同理由來抓你 只是在網上分享一些事情 就說被人判監幾個月 最近有個 家庭主婦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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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全世界都沒有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這些叫做文字獄 中國現在不單止是文革了 重返以前 竹間諜 文字獄 然後去搞外國人 大家 真的要認真小心 尤其是在內地 有些朋友 做事的真的要打聲12分精神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呢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補充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